传统圣诗在我自己的感受 不是说音乐那么简单 音乐有时时代曲过了时就没有了 但是这个传统圣诗的音乐 就是很有能力的 英文叫Powerful 这个能力不是从我们自己可以制造它出来 在这个歌词里面 大部分的传统圣诗 其实是将很多圣经的经文 每一节里面都差不多有几节的经文 是好像现在的搅拌机 是将它搅容它 然后在里面全部都有上帝的话语、圣言 圣诗的内容 其实都是我们以前的前人 他们的一些属灵的经验 这种类绩 我看过很多人的生命 就是因为这些传统圣诗的能力 神迟着这些传统圣诗 改变一个人 林博士多年前 筹建香港的浸会医院 人次认识了来自美国的医生 Sam Rankin 两人成为幕役之教 有一天 林施齐博士收到一个噩耗 他打个电话给我 一边哭 我做什么事 他说Miriam 我太太死了 我自己想把车飞出去 山坑树 走去和Miriam一起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你猜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车船 你送给我那个纸组圣 他说我听完之后 我流淚满面 我说神 你叫我怎么做怎么做 我最重要是 不可以自己拿主意做 本身也经历过 失去心爱妻子的悲痛 传统圣诗带来的安慰和盼望 帮助林施齐博士栽痴奋 所以他成立了 林施齐圣诗会 大力推动传统圣诗 我祈祷求神 能够给我有个机会 在我仍然有生之年 能够来帮忙推动这个运动 我是求神给一班同样的思想 同样的感觉 有一样的信念的人 圣诗会一开始 这个推广运动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用 重畅的形式 既然我们要推广这件事 是给所有的信徒的 就不只是由师班去表演 每晚我们有两个圣诗 一个就是台上 我们组织 用不同教会 一起组织的一个圣诗 另一个圣诗 就是台上的圣诗 加上会众 下面所有人 组成一个大的圣诗 每一个人都需要来 来参与 圣诗会的成员 来自温哥华不同的教会 亦都有不同的族裔 圣诗是一个全球的语言 它可以通过 甚至你不懂语言 你能感觉到其他人在圣诗 更加有很多被 传统圣诗吸引的年轻人主动加入 在我工作 不开心 或者开心的时候 我觉得听流响音乐 他们里面说的 都很多 都是一些 说自己失戀 说自己多不开心 多悲哀 在传统思统当中 他里面 有些可能都会说 说一个人软弱 不开心 不过他不是在那里停 他就会继续下去 说神怎么爱我们 从台湾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的王淑静 有一天 得知爸爸入医院 他马上赶回台湾 在探病的时候 王淑静为爸爸唱了一首 他很喜爱的《圣诗》 当我唱到这一首《信靠顺服》的时候 我反复的唱 唱了几句 依靠顺服 此外编舞别发 我要得也熟悉了 不要依靠顺服 后来那我爸爸就跟我讲说 一只手就举起来说 好了不用唱了我知道了 那时候给我听到以为是 感受好像是我唱得不好 其实后来我明白 我爸爸非常的爱我们 可是他心又放不下我们 就是这首《诗歌》帮助他 做了最后的决定说 他要顺服主了 他知道神会带领我们 不用担心 很多人都会认为 音乐家是最后完美的 但是其实 在《圣诗会》里面 我带出完美的原则 其实不是完美 是卓越 Excellence 不是完美 Excellence 就是你今次要做 要比上一次好 而我们每一次中唱的时候 我们要复述基督的故事 这个信息也有触同道人 无论是痛苦休想的时候 你会记回这些《圣诗》的时候 会成为他们一些帮助 《圣诗会》